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丈夫刚死没多久,女人便急不可耐地和丈夫的老同学偷情 怎料刚好被丈夫最好的朋友抓住 发现检察官老同学知道双妻家的大门密码在京很是诧异 为掩饰偷情,妻子慌忙找了借口,称检察官来自家只是为了公事 检察官也迅速配合妻子的话撒起谎,随后又找理由匆匆离开 对男女关系,在京仿佛并不敏感,似乎并未察觉到眼前二人不寻常的关系 但允珍不同,允珍一直和记者后辈在楼下蹲守 发现在京检察官离开后,妻子也紧随其后出了门 允珍立即与后辈尾随,发现妻子来到某家餐厅和检察官偷偷见面 为找到二人外遇的铁证,允珍留在车内偷拍 后辈记者则伪装成一般顾客坐到二人的旁边桌 洋装听音乐,实则监听二人的话并与允珍保持通讯 允珍听到检察官询问妻子是否考虑好关于私奔之事 妻子并不相信男人的诚意 表示只有等检察官选择离婚 自己才会将密码说出,才会与之远走高飞 检察官见状牵起同学妻子的手,表态自己对眼前女人的专一 承诺拿到密码取出钱后,就和妻子到国外定居 妻子显然有所动摇,答应检察官自己会尽快给出答复 对允珍而言,今晚可谓是大丰收 根据检察官和妻子的对话 允珍判断,二人提到的钱一定是比巨额财富 其来源肯定不干净 调查检察官的同时,允珍还在追查医院药品书室一时 在其说服下,用药致死的病患家属终于愿意见面 家属向允珍提供线索称 某天,母亲吃完医院开的止痛药后,忽然癫痫发作 结果当晚便匆匆去世 家属认定是医院给的药出了问题 否则正常来讲,母亲至少还能多活个好几年 为此,家属去医院闹了一场 然而医院方面完全不承认责任 事后,药品公司的人还将出了事的药从家属手中全部收走 家属递给允珍当时收药之人的名片 允珍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死亡的高中好友 一系列事件的核心人物准瑞 另一边,在京回到警局 下属小金忽然发问 觉得最近班长在京对自己态度有变 想知道自己是否做了错事 事实上,在京提防小金是因为心有疑虑 怀疑自己上次在警局办公室偷吃收脚来的柠檬一事 被小金发现 为此,在京拐着弯询问 想知道小金当日是否发现了异常 小金语气诚恳 称当日除了监视器坏掉一事外 并无任何反常 小金的话令在京暂时放心 看来自己被人下药之事还没被发现 另外,此前追击药犯过程中,在京的配枪被对方夺走 上级答应帮忙隐瞒此事 但十天后警局要检查枪支 在此之前,在京必须找到丢的枪并还回去 恰好此时,地铁站的站员在监控中发现线索 不久前,在京被下药后 两位神秘人将其搬到某个地铁站内 站员通过监控发现 其中一个神秘人当时不慎丢了东西 在京一看,是没助听器 于是立刻在京来到助听器店里打听 店老板答应 等丢助听器那人再来店里 自己会通知在京 同时,药品集团召开高层会议 作为集团的副会长 财阀二世老同学在会上发表 针对某住宅区开发案的报告 报告很精彩 可却被老会长父亲一眼看穿 这份报告其实是出自儿子的检察官老同学之手 父亲对这位检察官满口夸赞 这令财阀二世心中不爽 读书时,检察官同学便是学校的第一名 当时老会长父亲便说 自己很喜欢如此优秀的孩子 相较而言,他的财阀二代儿子显得如此不争气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顶级财阀 老会长和检察官同学做交易 让对方辅佐自己儿子 作为交换 承诺会为家境清寒的检察官提供经济支持 而当时,父亲的话 全都被财阀二世儿子听了进去 得知父亲看好的不是自己 而是检察官老同学 财阀二世的心中满是嫉妒 如今开发案报告会议后 第二次从父亲口中听到对检察官同学的称赞 财阀二世更是一阵烦闷 以至于在演讲中途当场晕倒 胖子秘书市长将财阀二世背到空无一人的会议室 并轰走所有围观人群 此时,一位一生模样的人闯入 递给财阀二世一枚药让其赶紧服用 看样子,财阀二世和在京一样 也服用了某种药物 警局计划为缴卖柠檬的药饭 在京主动请应 打算伪装成同类人混入 当晚在被捕药饭黄毛的带领下 在京深入虎穴 直面柠檬药饭 谎称自己也是柠檬的服用者和买家 药饭却十分精明 为验证在京是否为警察 打算先为其注射吸食过的柠檬 好试探其反应 为取信于药饭在京不得不接受 然而注射完了那一瞬间 在京顿感神清气爽 在外蹲守的警局同事不会料到 此刻的在京是真的染上了柠檬的瘾 确认对方不是条字后 药饭要和在京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其料黄毛忽然高喊 在京是警察后直身逃走 身份暴露后 在京使出拳脚功夫制服药饭 黄毛也被同事重新逮捕 此时支援警力赶来 在京慌忙下楼 是才注射了针管被丢弃在楼下 上面有他的DNA 一旦检测 在京服药知识会彻底曝光 令在京没想到的是 下属小金竟抢先一步 捡到针管 情形对在京危险万分 本期结束 好了 今天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